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电路高电瓶是什么意思? 该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所有配备了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英菲尼迪、日产、丰田、雷克萨斯、马自达、道奇、克莱斯勒、吉普、奇亚等的车辆。 在发明了液压和电动辅助转向系统之前,制造商使用了无辅助尺条和小齿轮转向系统。 这使得低速转向极为困难且效率低下。因此,我们发明了动力转向系统。 一般而言,液压辅助系统将包括皮带驱动的动力转向泵、转向尺条、转向箱以及各种软管、管线和传感器。 发动机控制模块、ECM,或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与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配合使用,以监视系统内的压力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当ECM识别到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电路中特定期望范围之外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时,它将用P0553和相关代码点亮检查引擎灯。 我会说,大多数情况下,ECM会因为电气问题而抛出此代码,但有时可能是机械问题。 P0553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电路高代码在ECM、PCM监控的电气值高于输入电路中的期望值时设置。 它是5个相关代码之一,分别是P0550、P0551、P0552、P0553和P0554。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考虑到最有可能使您的动力转向系统完全失效并且您仍然可以驾驶汽车的事实,此处的严重性设置为低。 显然,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从长远来看,任何留给时间足够长的问题都会使您付出更多。 助力转向液压开关、传感器的视力,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553诊断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怠速运转不正常发动机吸火症状转向、间歇性转向时出现间歇性辅助难以操纵车辆发出嘶哑的声音漏液不良的处理导致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该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线数损坏或损坏动力转向液泄漏保险丝,寄电器故障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故障ECM问题插针,连接器问题。 例如,腐蚀、融化、锁定片破损等。 P0553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确保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获得已知修复程序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工具诊断或维修动力转向电路和系统时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事情,OBD代码阅读器动力转向液排油盘万用表基本插座组基本急轮和扳手组基本螺丝刀组电池端子清洁器维修手册安全提示让发动机冷却粉笔车轮佩戴PPE个人防护设备,住在进行进一步故障排除之前,请始终验证并记录电池和充电系统的完整性。 基本步骤一首先请始终保持简单。 检查动力转向液液位并根据需要加满油。检查您的停车位是否有泄漏的迹象。 如果是这样,请进一步调查。 如果液位低,它会流到某个地方,因此在进行任何电气诊断之前,请确保修复任何机械泄漏。 好好看一下传感器本身,我亲眼看到这些传感器会通过传感器本身泄漏,因此请确保其干燥并且没有明显的损坏和,或泄漏迹象。 注意,这些系统使用的高压可能会造成伤害,因此请当心,针孔泄漏是危险的,并且是严重的危险。 如果您不熟悉使用液压系统的危险,请将车辆带到信誉良好的维修机构。 基本步骤二要排除传感器,您需要对其进行测试。 有关所需规格,请参阅服务手册。 通常,传感器本身安装在转向助力管路上。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是硬直铝、编织橡胶线,可以从引擎盖下面进行检修。 注意,发现的常见泄漏是橡胶与硬压力线相遇的地方,有时会分离并导致很难发现的泄漏。 基本题是No.3找到压力传感器上的电连接器。 检查是否有任何残油、浸油。 如果连接器浸在油中,则显然是泄漏的问题,但是在重新连接之前必须清洁油。 必须修复出现融化和,或腐蚀迹象的连接器。 注意,进行任何电器维修之前,请确保断开电池连接。 基本步骤No.4检查是否有物理损坏。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说传感器暴露在一些恶劣的条件下。 如果线路连接不正确,则传感器可能会碰到某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引起某种电器问题。 拧紧所有松动的线,尤其是固定有传感器的线。 基本步骤5您可能能够验证动力转向压力传感器电路的完整性。 为了几乎排除线数的任何问题,可以断开传感器和ECM处的电路。 使用万用表,请参阅服务手册,并确认所有所需值均以检查。 如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我建议您将车辆带到信誉良好的维修机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